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四月五日, 星期日,倫敦時間,夜晚八點鐘, 大北列典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, 女王伊里莎白二世,對全國廣華、廣府畫配音版, 由柏林波時紙手女為女王閉下以粵語配音。 朕跟您說,朕知道這是越來越挑戰性的時期, 我們國家生活相當混亂的時期。 朕剛解釋了很多人有財政困難, 我們日常生活有很多巨變。 朕要感謝國民保健處前線的每多人, 以及護理人員,和一些核心角色, 無私不斷離家每日為我們工作的幼兒子。 朕剛解釋了很多人, 我們的國家會和朕一起, 向您展示上您該做的事。 您的每日吩咐會使我們快點重回正常生活。 朕亦要感謝國民保健在家的幼兒子, 此為何會幫助保護若細社群, 和減輕好多家庭失去親人的痛苦。 我們正在共同教授這一個中共肺炎疾病, 朕要對您保證如果我們保持團結和決心, 那麼我們將會擺平這件事。 朕希望在未來幾年內, 每個人都能為家機對這壹壹壹壹反應而感到自豪。 而追隨我們的人會說, 這壹代的英國人很強。 因為狗狗之律, 同胞仍然認同這個國家。 我們一向都不是驕傲, 它決定我們的目前和未來。 這壹代的英國聯合戲, 正是卡倫, 社會工作者會被名機為我們民族精神的一種表達。 她的標誌會是斗機劃出來的彩虹。 在英聯邦和世界各地, 我們看到令人窩心的故事, 整群小朋友聚在一起, 透過送食物和藥品包裹去幫助其他人, 我們的鄰居, 或改建企業以協助狗仔工作來幫助其他人。 而在所有的階段裏面, 各自我孤立的人, 有時可能很難受很多人的幫助, 無人會發現她提供了一個困難暫停的機會, 以及反映為祈禱或冥想。 這麼小就想起在中華民國二十九年, 和黃妹馬加烈一起做第一輛廣播。 我們仍然是斗機, 在溫沙堡這處對過些為了避難兒在家裡撤離的斗機廣播。 今天,重新一次, 好多人會感到那親憑戚有分離的痛苦。 但是那下我們深深地知道這件事是應該做的事。 我們正面臨前所未見的挑戰。 我們會與世界各國的人共同努力, 利用科學的一巨大進步, 以及我們對治療的本能和情深。 我們將會取得成功, 而且成功將屬於我們每一條友。 我們應該感到安慰。 我們可能會擁有第二或更美好的日子將會回來。 我們將再次和我們的老四家人共同, 我們將再次見面。 但就跟客來說, 我愿士們讓全面該好女的熱情, 您們還能覆蓋您果然。 中文字幕 李宗盛